一口氣點名副總統賀錦麗 運輸部長布塔朱吉等人 就是因為沒孩子 所以無法好好治國 行為影片是三年前 泛斯競選參議員時的受訪片段 但胡亂張貼歧視標籤 讓好萊塢女星 珍利弗安尼斯頓看不下去 在社群媒體上直言 她實在難以想像 這些話竟然來自 可能成為美國副總統的人 她寫了 我只能說 Mr. Vance 我祝福你女兒 是幸運的 為了懷孕 西醫中藥全都嘗試 但依舊無法成為母親 而最為知名的養貓女士 還有小天后泰勒斯 儘管泰勒斯目前尚未表態立場 但也有不少粉絲湧入社群平臺 希望她能發聲力挺賀錦麗 英國流行小天后酷娃恰莉 則是指賀錦麗是頑童 形容她形象年輕直率 打破過往沒選老人政治的氛圍 同時掀起網路迷因 對比之下 川普陣營陷入爭議 更有一票明星 不允許川普使用他們的歌曲 表態不挺 民主黨有望帶動熱潮 化為選票 爭取新世代支持 這新聞 狂全報導